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彼此的工作都很忙 加上家人也想低调 陈展鹏在受访时也透露 自己已经随时准备好当爸爸 这些讲求上天的安排了 先搞好婚礼再说 当文柔接受访问时爆料 其实未婚夫陈展鹏求婚过两次 第一次用的是纸戒指 当然说 no了 他说 有一次在香港 他趁我睡觉时 用一只自己折的新兴纸戒指戴在我的手指 我醒了发现后 就问他这样叫求婚 当时他问我肯不肯 我始终是个女生 想要一个画面 我说我不答应 但其实很开心 他记得我喜欢手工艺 或者花心思的东西 他说想趁这次机会做一点东西送给我 说要买戒指不拿 但想花心思的 到之后在英国 他找了有巴士的街道 就跪下求婚 我一直很期待这个画面 很感动 他肯当着这么多人面前跪下 另外 陈展鹏也曝光了一系列婚纱照 两人虽然相差十三岁 但看起来还是很般配 准新娘般文柔 在每一张照片都笑得好开怀 好幸福 今天上午 展鹏平平在微博秀心情 他现在9点09分 于微博筛出同女友菲比的拍婚照观世 留言 是他 似乎寓意 长长久久 之后 他还晒自己的单元侧面低头照 前行轩款款配上眉爱 字句 认真sweetball 网友们也纷纷祝福 盘点展鹏过 非文女友 当中最一换四针 这比定是时候胡定心 定心到底有什么反应 左五五十许位 定心一身低微打扮 独自现身中环看医生 逗留一个多小时才离开 被问移成长鹏结婚礼 事实 他笑笑口说 我都细言言兼知 因为有好多记者打给我 他如果请你 你去不去呀 其实人爹会不会搞婚礼呀 你这无知呀 到时先算了 人爹都无知点要搞点要邀请 嫌得些开心事离开 会不会替他们开心 没错 会 会 说爸便匆匆忙取车 由港媒将陈展鹏与今年刚玩过 不久的正加一比较 认为两位男士都是PVB师弟 嫁给他们的都是港姐 陈凯琳是2013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冠军及2014年国际中华小姐竞选冠军 而丹文柔则曾参加2016年度香港小姐竞选 落选后加入无线电视当演员 最后恭喜师弟陈展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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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